哇 這個是我期待一舉的國家 台灣了 笑什麼 你懂什麼是山蟲嗎 不懂 山蟲的意思叫刷咕 蛤 這個我懂 人家第一次來台灣 而且台灣是我一直以來都非常非常想要來的國家 所以今天因為 Youtube的工作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了這邊 是因為淘寶雙式活動 給你們看一下我跟老人的房間 這邊是 好的床 然後這個是我的床 然後叻 現在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的 沖涼房 今晚很遠是我的 你們不要跟我走 Sandy 麻煩 OK所以叻 這邊有一個浴缸 然後有一個馬桶 然後 這邊有一個 洗臉盆 然後 這邊有一個 沖涼的 然後叻 這一間叻就是 洋寶貝的房間 然後 阿牙的房間叻 就是這一間 然後 喂 喂 喂 如果他也含了一個房間 哇 怎麼你的浴缸這樣了 啊 還有那個龍頭的感覺 What the 好人你看了嗎 阿牙的房間 你看我那還有天的 你過來看你會傻眼叻 哇 傻眼是不是 還有天的叻 怎麼這樣了 哈哈哈哈 OK 所以這一次叻 我們 來台灣叻 我跟好人只是來兩天一夜 我們這邊出行 我們這邊出行完活動叻 我們就要回去馬來西亞了 因為我要趕著去沙子的生日啊 所以我一定要提早一天 安排飛機票 回去馬來西亞 然後叻 今天其實 我來台灣叻 我是非常的想要試吃 台灣的麥當勞 跟馬來西亞的麥當勞 安安安 台灣麥當勞跟馬來西亞麥當勞 到底有什麼差別 所以我等一下一定要找到台灣的麥當勞 來試吃 然後我再跟你們講 跟馬來西亞的有什麼差別 我們來對比一下 這個就是台灣的 捷運是嗎 捷運站 捷運站 所以叻 這個是巴士站 不要騙我真的是這樣殺人 這是巴士站 你看 半個字都講 可以講不是 這個是捷運站不是嗎 捷運是這樣的 這個是巴士 腳來 腳好來 這個是巴士站 真的嗎 真的 這個是巴士站 那個是捷運 這個是捷運站 確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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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好吃的麥當勞 我想一下 然後 從這裡過 其實在前面右轉 這位台灣的Aunty 他介紹我們去 台灣好吃的 滷肉飯 所以叻 我們可能就先去吃吃一下 台灣的滷肉飯 然後之後我再帶你們去 試試一下 台灣的麥當勞 你看後面 你看後面 這才是巴士站嗎 哈哈哈哈哈 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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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講那是捷運站嗎 果然是山蟲啊 你們懂什麼是山蟲嗎 沒有 你們不能怪我 因為 這是我第一次來台灣 捷運站跟巴士站 我不會 小聲音 哇 哈哈哈 你們看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台北 101 聽說很久了 終於 親眼看見了 就在我的面前 哦是啊 哎呦 今天你很多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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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我的樣子 今天樣子是不是整個好像很慘 這樣子對不對 原因是因為 呃 我們昨天 半夜4點就觸發去 呃 吉隆坡國際機場 然後 我們7點的飛機 就飛過來台灣 所以叻 簡單來講叻 我從昨天到現在 我們全部叻 是沒有睡到覺的 所以看我們的樣子 整個就好像 啊 我發覺台灣的 街道哦 都 很舒服 就是有那種 很舒服的感覺 就是 它是一條小道路 然後 有很多很多 各式各樣的店 都可以在這邊找得到 非常的方便 我個人 非常喜歡 台灣這邊給我的感覺好像 他們這邊 生活的節奏好像比較 休閒 比較 比較享受一點 相比起馬來西亞的話 我覺得 比較繁忙 比較 暴躁的感覺 所以這個街道 會讓我舒服的地方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台灣 滷肉飯 所以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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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Let's go 我們帶我們來 這個滷肉飯 然後 這個滷肉飯 對 裡面 裡面 要英文菜單嗎 啊 不需要 我們可以 我們是華人 一定是看中文的嘛 滷肉飯 耶 我的 雞肉飯來了 然後他們是叫滷肉飯 我不叫滷肉飯的原因是因為我沒有吃肥的豬肉 我知道他們滷肉的那個豬肉是比較肥的 我不吃肥的豬肉 太好吃了 所以我就叫滷肉飯啦 第一次來台灣 大捷運 欸 Sorry 是巴士站 沒有來過台灣的朋友們 我現在給你們看一下台灣的捷運站是長什麼樣子的 來 你們看一下 就是這樣子的咯 然後這個電梯一下去 就可以大捷運了 所以說在台灣 要去每一個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後呢 因為我們剛剛才吃飽滷肉飯嘛 所以 Beddonut的話 可能就要當作晚餐來吃 因為要保持 肚子最餓最空的狀態 才能夠品嘗到 台灣麥當勞跟馬來西亞麥當勞的差別在哪裡 所以 晚上要帶你們去吃麥當勞啦 我們的捷運到了啦 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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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BASS到了啦 小心 小心 我們現在要去士林夜市 真的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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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握 這 給你們看一下 台灣的夜景 我跨到 可以往前 壓力三 月 月 你 我 我的前面 這條路就是士林夜市啦 穿梭中的士林夜市 今天终于踩在这一片地上面了 喂 快点叻 我要走夜市了 哇 我跟你们讲喔 我在士林这样绕了 一下子喔 我觉得 士林的 店面卖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 合我的胃口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 很演啊 真的是 可惜 我没有按很多台币过来 所以我买不到这样的东西回去 YO 现在终于来到了 台湾的麦当劳店的门口 因为我刚才讲了嘛 等我们 午餐消化过后晚餐 我一定要空肚子来吃 虽然讲现在肚子没有空啦 但是还是可以吃的 所以走 Let's go Let's go 我觉得要试试马来西亚没有的 就是猪肉汉堡 有一个黄金猪肉 台宝 哪一个 11号 喂 还有那个 13千刀黄金猪肉 这个 所以我们一个交易利用 好啊 好啊 嘿嘿 哪一个啊 这个 这边有沙拉 马来西亚是没有的 然后其他的跟马来西亚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哇 他的上面完全不像是麦当劳的地方 哇 他的上面完全不像是麦当劳的地方 这个什么 我们马来西亚没有的 请勿攀爬 这么只吃东西 这么只吃东西 我们马来西亚没有的 做什么用的 残葬人是他坐着椅子可以慢慢画下去 哇 很贴心耶 哦 台湾的麦当劳也这样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可以啦 千刀黄金猪啊 对 刚才我偷看了一眼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可口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是马来西亚绝对不可能有的猪肉汉堡 贵酒 你先试试这个啦 因为这个看起来好像比较厉害 我们放压轴 我摔一下啊 我们来听评语 我会吃上去的时候 感觉像我们的 Mexican 可是哦 他是可以看到猪肉啊 可以真的耶 真的 看得到猪肉这样 对 他是可以咬到那个猪肉 所以我们平时Mexican 可能就是全部的肉 已经掺杂在一起了 可是这个哦 我是咬到他的肉 所以他还是跟Mexican差不多 只是讲你分别是你咬得到猪肉 嗯 然后他就是你咬到猪肉 因为他肉还一块一块在那里嘛 所以感觉比较扎实哦 OK 不要这样了 我先来吃一口 OK 不要这样了 我先来吃一口 我吃 我感觉到猪肉会很重 确实是Mexican 真的 真的 我是觉得 但是他味道又有点不一样哦 嗯 他有一点不一样 口感一样 嗯 他没有猪的那种烧味 对 他那个酱不一样的咧 嗯 他这个酱我们马来西亚有吗 其实 好像有好像没有 我也不懂有什么酱诶 他是有点酸酸酱的 哇这个像是那个我们的七夕味道里面的那个 嗯对对对 其实不完全像 对 我们试试黄金下道 对 这个叻 刚才那个照片是有一粒一粒虾的啊 没有的话我就拿来公诉 有诶 有诶 我们试试看 来 你试试 我现在啊 你先 虾的汉堡 这个是第一次吃的 真的是第一次来咧 真的是第一次 整个马来西亚都没有 从来沒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开过 麦donald以外 好像都没有 没有看过 看到虾肉的咧 喂 看到虾肉的咧 你转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我看到虾的尾巴 果然是跟照片一样 好吃啊 我觉得可以哦 真的好吃啊 马来西亚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 這很鮮的蝦味 哇 我覺得比較像魚肉的口感 可是它有 你知道我們吃那種哈糕的時候 那種蝦的鮮味 所以它可以吃得到 你看 每一口都會有 真的 你看每一口都會看到蝦肉 真的 你就想像一下 你把哈糕 然後加Mexican的口感 然後夾在這個漢堡裡面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這種感覺 你要把兩個肉疊在一起啊 來到台灣 當然是要吃比台灣人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上次就來體驗台灣版的Big Mac 你嘴巴好像大了來講 你不會懂的 然後再挑戰 哇 感覺很滿足 爽嗎 真的爽咧 我嘴巴非常讚 看扁他一點 哇 我覺得最夠力的是那個醬 那個醬真的是很加分 兩個人參在一起是不是 這個醬很加分 OK 今天呢這個台灣 麥當勞四次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啦 然後 還沒有 還沒有結束 我要帶你看一個奇特的情景 Let's go 你講那個廁所 這個廁所有人 啊 是他萬萬想 他還有另外一間廁所 你看那邊 完全就不像一個廁所 你看 有一個 哇 這樣小空間的 哇 這樣小空間欸 我覺得我們兩個人很小欸 很小欸 講小便喔 又碎 又碎 我覺得這個要小便 連轉一個身都難欸 真的 你看像我們這樣背著書包 我們要進來小便 是很辛苦的事情欸 我們兩個人這樣子小 的話 就會互相看到對方 這樣子 外面的人聽到 兩個男生在這個廁所 他會整這樣 聽到外面講不是 就很尷尬 我們出去的頭 他們以為我們在 點肥皂 很尷尬 所以 看完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好人的頻道 然後 Like 然後記得comment 我每個comment都會看 然後 今天的影片都會結束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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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小欸